大家好,我是明仙 四个地道的福建人 花了四八元买了一个大西瓜 天气热吃西瓜最清凉解暑了 西瓜太大吃不完 今天要用西瓜做好吃的 看这西瓜这么红,肯定很甜的 把它切下八分之一 把红红的西瓜囊挖出来放入绞肉机里 全部挖好,盖上盖子 把它打成西瓜汁 然后勾一下筛倒入大碗里 哇,好喝的西瓜汁就做好了 恨不得一口把它喝光,不,不行 碗中倒入一杯豌豆淀粉 再倒入一杯西瓜汁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无颗粒的糊状 然后锅里倒入两杯西瓜汁 倒入一杯纯牛奶 倒入一勺白糖也可以不放 用铲子搅拌至白糖融化 煮至水开即可关火 然后把电纹水搅拌一下 慢慢倒入锅里边倒边搅拌 豌豆电纹和液体的比例是1比4 它会慢慢变浓稠 倒完继续开中火搅拌2分钟 搅啊搅 搅拌至鼓起冒大泡成透明即可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出锅倒入玻璃碗里 出锅倒入玻璃碗里 用勺子把它抹平放凉 放凉 放凉后就会凝固了 用刀切成小方块 横着切 竖着切 看,非常的Q糖 把它放回玻璃碗里 再撒上一些椰笼 放一层西瓜粮糕撒一层椰笼 西瓜粮糕做好了 清凉结束QQ糖糖 西瓜的香甜带着一丝丝奶香 还有椰笼的香味 是夏天不错的零食小甜点 学会做给孩子吃吧 既营养又美味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好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